看到 基本上我們的結構 第一個 請你把這個清單給做出來 這個清單是固定的 也就是裡面大概就是幾個景點 比較著名的 當然你不一定要找這些景點 這些景點的話 基本上 點擊它 假設是故宮 它就跳到哪裡 跳到這個地圖裡面 地圖裡面的什麼位置 它會顯示出來 這邊有超連結 跳過來 然後等於是它會重新整理一下 把位置放在那裡 並且在上面打個地標 這個地標裡面會可以出現 將來當然你基本上 它有預設的地標的圖示 你也可以在這個地方把那個圖給改過 這邊有個icon 這個icon實際上就是這個icon 你也可以把這個icon變更一下 變更成你要的這個icon 另外當然也可以變更成那個接景 上面這邊都可以變 切回來首頁 它又切回來了 點擊它 它可以跳到 重新載入一個新的頁面 並且幫你把地標打在上面 當然你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點它 它會出現 大家在這裡集合的訊息 這樣其實就已經不錯了 不過這個地方你大概如果你要 比其他的這個需求 你可以做一個變更 再切回來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第一個 統帕你要怎麼樣 把這個 第一個首頁先做出來 所以其實這個頁面很簡單 兩頁 對不對 這兩頁的話 底下會有一個什麼 footer 但是上面沒有東西 所以是空的 所以第一個請各位 要怎麼做呢 我們前面做過 第一個也許你新建一個新的檔案 然後呢 先把這邊改成HTML5 按建立 建立之後的話 一樣怎麼樣 在body跟body 按個enter 把這個enter一下 在這邊 body跟body中間 再利用什麼呢 JQuery Mobile裡面 插入兩個頁面 那頁面的話 這邊會出現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也許一個叫home好了 一個叫page 那有沒有頁守有沒有 好像沒有 所以只要有頁尾 按確定 好 那再來的話 另外一個 我看一下這個 應該是這個 這邊這個 過來的話 它也有頁尾 所以可以切 所以一樣 再插入第二個 記得優標放在下面 enter一下 第二個頁面的話 一樣是 插入一下page 有頁尾 按確定 那也就是這個是 叫做 首頁 這個叫地圖 然後呢 我們在底下 給它不同的圖示 一個是home 一個是 有點像gear 把它這個地方放過來 好 那再來的話 分別在第一個首頁裡面做什麼 做一個 清單 這個清單的話 是一個list view 這個list view的效果 還蠻特別的 上面還有一個熱門景點四個字 底下的話呢 會有你需要的哪些連結 那旁邊的話呢 因為有超連結關係 所以它箭頭會出現 當我點擊它的時候 它會做什麼呢 它會幫我把 這個連結裡面的經緯度 傳遞給下一個頁面 並且幫我怎麼樣 載進來 這個地方該怎麼說 我想 各位先試著把這一題 先把它 先建立基本的架構